第四十章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三十一节 耶稣的旧约圣经六百九十九页 以赛亚书这篇书呢 在旧约里讲的是旧恩 就指向新约的旧恩 找到了 我们从第二十八节读到第三十一节 找到开声来朗读这一段经文 一二 你岂不知道了吗 你岂不曾听见吗 永恁圣经耶和华 创造地级的主 并不疲乏 也不困倦 他的智慧无法测读 疲乏的 他自能力 软弱的 他加力量 就是少年人 也要疲乏 弓卷 强壮的 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等候 也不华的 必重新得力 以他必祖英 展示上腾 他们奔跑 却无共争卷 行走 却无疲乏 好 感谢主席 我们走到这里 一同来闭幕 为今天所查考的 如鹰展示上腾 向神祷告 亲爱的圣天父感谢你 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 只有你的话语 才是我们今天走天路的动力 有了你的话语 我们就有生命 有了你的话语 我们就有走天路的动力 今天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使我们如鹰展示上腾 今天你引导你自己的众儿女 使我们今天都要超越这个世界 超越肉体 超越世人 超越罪恶 超越律法 超越这个世代 因为今天 我们都如鹰展示上腾 今天你把我们 如同老鹰聚集小鹰一样 你搅动窝雏 使我们今天 能够长大成人 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 求你来帮助今天的聚会 把今天的聚会完全交在你大龙的手中 为了叫你自己的众儿女更加清楚明白 就求你亲自使人给你自己的教会 叫你的教会在基督耶稣里生根建造 叫你的教会更加的丰盛 叫你众儿女的生命都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 不中人的欺骗法术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飘来飘去的 把弟兄姊妹交在你大龙的手中 求主你亲自来看顾保守 保守今天的聚会 使你自己的瓦器 带着天上的权柄和能力 传达天上的旨意 求你亲自向你的百姓说话 感动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能够接受主你的话语 保守今天这一点的时间 具魔鬼的拦阻和搅扰 使我们今天能够静静地 聆听你从天上来的话 感谢赞美四辈的阿爸父神 请你亲自在这里向你的百姓说话 按时分量给你自己的教会 感动你自己的出口 来讲述你天生奥秘 听我的祷告感谢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 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今天教会用科技调 无鹰 如鹰 展翅上腾 首先我们知道鹰是一种猛禽的 是天上的猛禽是不是 在天上飞 他不凭走 虽然他一张爪子 他那爪子不是为了走路 落在哪 抓在那树枝上 落在山崖上 他从来不落平原 不落地上 他一落就落在哪 就落在山崖上 或者落在树枝上 最高的高端上 下面地上的猛兽 攻击不着他 是不是 鹰代表超越 鹰代表灵性 鹰代表 福音的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 灵性像鹰一样 展翅上腾 我讲过长大成人 在前几个点 我讲过长大成人 这个长大成人 是指灵性长大成人 那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课题 就是 因为很多的弟兄姊妹 走来走去就落地了 这灵性就落地了 一落地了 被这地上的那些个 走受欺负 是不是 今天基督徒就跟鹰一样 他不能落地 展翅上腾是往上飞的意思 是不是 他不能在 稳行在高处 他在高处 他才有把握 他才有生存的把握 所以很多人走来走去就落地了 所以这个生命走来走去就进到属地的这个生命里头了 咱们今天这个灵性不能进到属地的生命中 因为基督不是属地的 我们今天这个生命也不能是属地的 也不能落在属地的里面 那么首先呢 就脱离 自我 必须脱离自我 才能展翅上腾 不然的话 自我的东西就会拦阻你 这个属灵的生命更加的上腾 他为什么说上腾 腾是什么 疼是疼飞是不是 疼是疼飞 暂次上腾 是往上飞的意思 如鹰 就像鹰 这是个比喻 就像鹰一样 往上上 每一天基督徒的生命 不是下滑 而是往上上 你几时 你这个整个的信仰 进入到肉体中间 你马上有一种下滑感 这种下滑感 就是生命在下滑 不是往上上腾的感觉 上腾是什么 鹰一起飞的时候 怎么跑 怎么飞呀 像飞机在跑道上 渐渐往上去的 这叫展翅上腾 所以呢 鹰代表灵性 展翅上腾代表什么呢 往上升 这生命渐渐的往上升 不是往地下来的 如何才能往上升呢 怎么样才能往上升呢 那么走来走去 回到肉体中间 可以不可以 第一 从肉体里出来 昨天我们讲到交通 这个一段经文 就是 我住在神那边 与神相迷 从肉体中间出来 今天我们能看见的是肉体 这个肉体能看见 这鼠灵的生命看不见 像鹰一样 灵性看不见 肉体能看见 走来走去 进到肉体中间 马上就下滑 是不是啊 为什么圣经强调这个地方 特别是我们今天已经明白这个道了 很多的弟兄姊们已经明白这个道了 我们是因信成义 是白白的成义 神就要在经历中间 叫你从肉体中间出来 在经历中间 不活在肉体中间 一旦活在肉体中间 你的灵性自然就下沉 自然就下滑了 是不是啊 好咱们看一段经文 看一段经文啊 格林多 后书 B 住在山内 住在山内 在山内边与神相离 是吧 从肉体里出来 从能看见的出来 进到看不见里头 这属天的生命 如同一种一样 看不见 这肉体的生命呢 是属物质的 能看得见 今天叫你从能看得见的肉体中间出来 进到看不见的灵性中间 这个需要 这个需要 充足的信心 什么样的信心呢 就是 不住在山内 从肉身里出来 从肉体里出来 第一是 住在山那边与神相离 为什么住在山那边与神相离呢 因为住在眼界里头 住在肉身中间 就等于住在亚当里 因为这个肉身是谁的后遗 亚当的后遗 是不是 在亚当里 众人都怎样 都死了 在基督耶稣里 众人也都要 复活 所以呢 住在肉身中间 就是与神相禁 不是相近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 在哥林多后手的第五章 第五章 知道的吗 第六节 第五章 第六节 知道的吗 所以 我们时常坎然无惧 并且假的 我们住在山内 边与主相离呀 住在山内边与主相离 那么今天这个山内呢 就是与主相离的 这么一个帐篷 为什么今天 基督徒和所有宗教徒不一样 所有宗教徒都是用肉身 来换取旧恩 所有宗教徒都是活在肉身中 在肉身中 做好事 行善积德 是不是这样 换取旧恩 唯独基督教 跟所有的信仰不同的 就是 不住在山内去修炼 不在肉身中去修炼 不是靠肉体做一点好事 讨身喜欢 所以基督徒和所有宗教徒不一样 都在这个地方 这肉身是殊途的 我住在殊途里 我想展翅上藤 能不能上藤呢 他不能上藤的 因为这肉身就是拦阻 你上藤的 这个累赘 是个累赘呀 他是个累赘 他拦住你 你想灵性往上走 有的时候走上去是因为什么缘故 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走上去的 都同样是听到 有的弟兄姊妹听到 他的生命是渐渐的长大 而且这个灵性渐渐往上升 有的弟兄姊妹呢 不是往上升 而是往下降 走一走就下滑了 走一走 马上就怀疑了 就下滑了 原因就是因为就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是在肉体里 这是最关键的 第二是 属灵的生命 不在属灵生命中间建造 在肉体里建造 所以他以为这是正确的 建造来建造去 他一进到肉体中间 他马上就与神相离 凭眼间 不凭心心了 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 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 边与神相离 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 说我住在身内边与神相离 如果我住在身内 就可以与神和好 保罗为什么说 谁能救我脱离这驱死的身体呢 受驱死的身体啊 我们看罗马术 罗马术 第七章 这是第二节 这肉身卖给贼了 肉身就卖给罪了 卖给罪了 能不能行善 行不了善 非常不能行善 你一住在他里面 你马上就 灵性自然下沉 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马上就不行了 是不是啊 如果神卖给谁了 卖给罪的 卖给罪做谁的农夫 罪的农夫 是不是啊 我住在身内 要想讨身喜欢 可能不可能 因为他已经卖给罪了 我们先看 第七章十四节 七章第十四节 我们元小的律法是属乎零的 但我是属乎肉体的 这个我是老我属乎肉体 是不是啊 我是已经卖给罪了 是不是啊 是已经卖给罪 谁卖给罪了呢 现在这个肉身 现在肉身跟肉体 它俩一不一样 一样的 有形有体的叫什么 肉体 有身的叫什么 身体 你叫他身体也对 你叫他肉体也对 你叫他肉身也对 你叫他罪身也对 你叫他取死的身体也对 圣经里对这身体描述的 用很多的方法来描述它 是不是啊 保罗说取死的身体 又说罪身 第六章提到罪身 第七章提到什么 取死的身体 又在这里说什么 我们小的律法是属乎零的 你可能走来走去 进到肉体里靠律法成全 你可能走来走去 你进到肉体里了 那么今天我都信耶稣了 我们得好好的用肉体表现表现吗 岂不知这正是你下滑的主要原因 这不是在上面了 跑到哪去了 肉体属地的跑哪去了 跑下面 不是在上面 展示上童 不是文型在高处 是不是啊 相反的 落到地上了 落到物质界中间了 这肉体属物质界的 神的灵不住在我肉体中间 而是住在我灵里头 对不对 神的灵不是住在这里啊 神的灵在哪里了 在你心里了 对不对 所以当你住在肉体中 就等于与神相离 就等于老亚当住在肉体中间 就等于堕落的开始 是不是堕落的开始啊 老亚当进到哪里去了 进到肉体 那么老亚当进到肉体的堕不堕落 堕落的 老亚当那个肉体是被造的 是不是啊 被造的 基督的身体是被生的 亚当的肉体是被造的 对不对 亚当的灵是不是被造的 是不是 不是吗 是不是 到底说 亚当的肉体是被造的 亚当的灵是不是被造的 亚当的灵是不是被造的 是不是 不是还是是 我说是 我说不是 到底是还是不是 不是啊 所以老亚当的灵 不用重生就可以进天国 是不是啊 你得找圣经啊 你不能光说不是 是 不是 我说是 成了亚当的灵是造的还是生的 是 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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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第一节 老亚当的灵是被造的是被生的 唯一的 对不对 为什么在亚当里众人都得死 为什么在基督耶稣里众人都得活 因为你活在被造的里边 老亚当这个被造的不管他是灵死身体 活在这里头 就是堕落下滑的开始 因为老亚当堕落了你活在堕落里边 活在一个堕落的灵里面 活在堕落的身体里面你一定是堕落的 一定得堕落 第十二章一节 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一节 九百六三十六页 旧约圣经九百三十六页 撒迦利亚书 在马太福音前面的第二章书 倒数第二章书 就是撒迦利亚书 第十二章 撒迦利亚书十二章一节 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 铺张诸天建立地极 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 造人里面之灵 亚当这个灵是被造 被造的灵 那么基督这个灵是被造的灵 是被伤的呢 基督的灵是 被生的 是不是 基督灵是被生的 亚当灵是被造的 一样不一样 假如亚当这个灵 不用重生 就可以进天国 那么耶稣说的话就落空了 耶稣说 你们必须重生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他从外面到里面都是被造的 这是他为什么堕落的原因 亚当为什么会堕落 亚当是因为缺持少穿的堕落的 还是因为不缺持不少穿的堕落的 亚当是因为活在环境不好堕落的 还是因为活的环境太好了堕落的 还好 被造的 活在 好环境下 安逸的环境下 也必要堕落 被生的 生在马槽里 生在马棚里头 他也能得胜 谁让人看见一件事情 天上的一殿 有一个被造的 名叫什么 露西法 露西法 神把他造好了 放在哪了 放在天上的一殿 给他 住的地方好不好 发光如回燕的宝石 从天来往 是不是 好不好 天上乐园 天上的一殿 给他预备个地方 而且给他权柄 叫他遮掩约会 作为基督婆 遮掩约会 基督婆是高层次的天使 叫他遮掩约会 叫他赞美敬拜 好不好 好不好 叫他活在什么环境下 发光如火焰的宝石中间来往 好不好 给他造的宝石中间来往 给他造的美不美丽 他全然美丽 什么全然美丽啊 你找不出 他身上有什么缺点 他是全然美丽的 既然是全然美丽的 就没有一样缺点 而且他住那地方好不好 天上的一殿 是不是 天上一殿 那么地上还有个一殿 天上的一殿是 路西法在里边住 地上的一殿是 亚当在里边住 他俩都是被造的 是不是 他俩都堕落了 对不对 他俩都堕落了 是不是 因为什么缘故 什么缘故啊 被造的 就在被造上 如果你今天没明白 什么是被造的被生的 我今天讲这个话题 这个课题就是叫你 脱离被造进入被生的 对不对 脱离农土进入儿子 脱离地上的进入天上 脱离物质的进入属灵 这个人 他的灵性才能展示上头 你想展示上头吗 你想你的灵性上高山吗 你想你的灵性像约翰福音一样 灵性达到高峰吗 那么只有一样脱离被造的 从肉体中间出来 代表什么 脱离被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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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被生的 脱离奴仆 进入儿子 是不是啊 神为什么把路西法安置在天上的伊甸里头 真的说说 神为什么把亚当安置在地上的伊甸里头 神不知道他们会堕落吗 知道 是不是知道 神无所不知的 把一个无所不备的 长得特别特别美丽的 是不是啊 而且是天使长 放在天上的伊甸里 神知不知道路西法会堕落 知道 神知不知道亚当会堕落 知道 那为什么把他们放在伊甸里头 一个天上属灵界的完全属灵界 没有肉体的世界中间 上帝造出一个路西法 叫他在天上的伊甸里头 又在地上造一个 又有肉 又有灵的亚当 放在伊甸里头 神知不知道亚当会堕落 神知不知道路西法会堕落 是不是神 生物了 把他们为什么把他们放在伊甸里头 你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从来不想过吗 不想这个问题吗 想不想 想 那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缘故 神知道他堕落 还把他放着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是不是啊 是不是多此一举啊 神知道亚当堕落 又把他放在伊甸里头 是不是多此一举啊 为什么 你要不知道我就告诉你 你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了 神让后来的世代人 学一个功课 学什么功课呢 就是神叫你知道 神把被造的放在一个最安逸的乐园里头 他也照样会堕落 今天叫我们学习什么功课 就是不活在被造的里面 因为被造的这个人把你放在一个最安逸的环境下 你也会堕落 神就叫人学这个功课 什么功课呢 你别活在被造的里面 你看我把被造的放在天上 伊甸里头 他会堕落的 你看我把被造的亚当放在伊甸园里头 他会堕落的 我把它放在天上 乐园里好不好 伊甸园里是不是 乐园好不好 好 但神说 你看他怎么堕落的 其他的天使都没进去 只有露西法被造完了 无所不备的 全然美丽的露西法 竟然堕落了 那么我们就学到功课了 因着他的堕落 我们学到功课 学到什么功课呢 就是被造的人 放在任何的安逸的环境下都不适合 他都会堕落 不是上帝今天要把他放在乐园里 是上帝故意的放在乐园里头 借着他的堕落 给我们后来世代人看 牺牲品 他们是 他们的牺牲 正是我们的警戒 他们的堕落 正是我们今天 要 见见的 是不是 醒见后来世代人 就告诉你 你活在今天 活在这个被造的里面 也会堕落 听不听懂 你活在被生的基督里面 还是活在被造的亚当里面 被生的基督 永不会堕落 神今天把耶稣基督生下来 就生在 马棚的马槽里 环境好不好 不好 不好 他生出来了 就没有住的地方 他生出之后呢 西律王就逼迫他 他父亲和他母亲 肉身的父亲母亲 把他带到埃及去了 神教你学习什么 被生的是儿子 无论放在什么恶劣的环境下 他也能得生 被造的是奴才 奴仆 把他放在最安逸的环境下 他也能堕落 是不是 所以儿子是被生的 奴仆是被造的 只要他是被造的 他就不适合 放在安逸的环境下 因为真言书里 第二章里提到很清楚 愚昧人被盗 必杀几身 愚安人安逸 必害几命 因为愚安人 就是使那些被造的人 活在安逸的情况下 他就是堕落的开始 所以神并不是不知道 亚当会堕落 我知道 神也并不是不知道 路西法会堕落 神都知道 但他还要这样做 神还要这样做 不是神实物了 神的意 神的心意本是如此 就是叫后来的世代人 看看被造者 最后他的结局是什么 被生者 他会是什么样的 他把一个被生者 放在马槽里头 他把一个被造者 放在伊甸园里头 哪个好 马槽好是伊甸园好 哪个好 伊甸园好 伊甸园是最美的地方 是不是 乐园是最美的地方 是地上再也没有找到 比伊甸园更美的地方 但神就把那个被造的亚当 放在最美的伊甸园中 有没有干活 不用干活 是不是 什么也不用干 就享受上帝给他恩典 但他把没把支柱 有没有把支柱啊 没把支柱 他把上帝所给他恩典丢掉了 最后被逐出伊甸园 是不是 他为什么被逐出去 是因为他把握不住 上帝给他的 是因为他们把握不住呢 要是我进去 我一定好好把握住 他们把握住 我进去一定把握住 你能不能把握住 你也照样把握不住 如果你今天活在肉体中间 就算给你恩典 你也把握不住 活在肉体中间的人 为什么守不住上帝的恩典 他手来手去 他就进到肉体 想要靠绿子冲来 你信不信 活在肉体里面 被造的里面 他走来走去 就想用立功之法 因为上帝给他的恩典 他把握不住 你信不信 就如同在亚当里一样 亚当在伊甸园里 上帝给他的恩典 是何等的大 但他竟然没把握 没把持住 不是他不把持 而是他完全把持不住 因为他活在哪里头呢 他活在被造的里面 因为他本身就是被造的 今天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为什么神要提出这个重生的 这个真理呢 这是绝对的真理 他说你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你若不重水和树能生的 就不能见神的国 神为什么强调重生的问题 神没有强调 你就用原来的生命 改良改善就行了 神没有这样强调 是不是 神说你必须重生 你不要以为稀奇 你若不重生 就没有办法见神的国 你若不重水和树能生的 就没有办法见神的国 说的清不清楚 说的特别清楚的 为什么神要强调重生呢 重生代表什么 再来一次 是不是 重生是代表 重新再来一次 是不是 重生生的 一定不是被神造的 一定是重生生的 听不听懂 对吧 为什么有许多人下马 就他住在被造的里面 并没有住在被生的 造物主里面 造物主和我这个被造的 他是造物主 造成肉身的 是不是 我呢 是被造的 我活在被造的里面 没有活在造物主里面 那么今天就是堕落的开始 当我活在造物主里面 那么造物主就有能力保守你 不堕落 对不对 你活在被造的里面 你自己这个肉体被造的 你的灵性也是被造的 就没有办法自己保守自己 不堕落 你没有这个能力 是不是 为什么亚当会堕落 为什么路西法会堕落 因为他在安逸的 因为他是被造的 两个原因 是不是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被造的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活在安逸的里面 被造的在活在安逸里面 就是等于堕落 亚当是不是被造的 对 被造 加上什么呢 安逸 是不是 安逸 安逸等于什么 堕落 堕落 是不是 被造加上安逸 等于什么 经文听明白 为什么今天上帝非得叫给我重生 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果 若不重生非得重生不可 重生生就不犯罪 是不是 不重生生就得堕落 为什么要这样强调 约翰遗书也特特地强调 你只要不重生 你用被造的加上安逸等于什么 或用被造的去守 肉体的条例 归条 等于堕落 所以他必要 他活在安逸中间 那么上帝给他一条台守住 给他律法就给一条台守住 只要他是被造的 他就守住一条 你听明白吗 只要他是被造的 他去守 他还活在安逸的环境下 他守一条 他就守住 别说守十条 别说守六百一十三条 是不是 守一条怎么守住 守不住的 这是定下来的 神把这圣经就 展开了给全世界人看 这就是礼 很少人看圣经能看到这里 对不对 都是走马光滑 胡伦吞澡 你看看完了 明不明白 不明白 是不是 不明白就不明白了 不明白就像不明白下去了 就从来没有说主观我要明白 对不对 看圣经如果你看不明白 你也看圣经 有人问 你看几遍圣经 我说不在乎看几遍 你用什么来证明我看几遍圣经 你看一遍 数一遍 你怎么记住你看几遍了 这说明你注重遍 你并没有注重我看圣经要看明白 他注重看几遍了 有人说我看五百遍 你看八百遍 你看一万遍 五千遍 是不是 如果你的心窍没被开启 能不能看明白 看不明白 他里面属灵的亮光 你看不明白 今天就记过 有许多人看 亚当为什么堕落的 亚当不听话 就光知道这件事 亚当不听话 不顺不沉 所以堕落的 那么从来就没有人找一个原因 亚当为什么不顺不沉 没有人找出了这个原因 是不是 因为他是被造的 他不是被生的 因此他没办法说服神 不是他不说服 是他无法说服 就像你的肉体 不是你不去行杀 因为你就卖给谁了 卖给罪了 你不能行杀 为什么叫你的肉身 和基督同听思家 叫罪神灭绝呢 为什么要灭绝罪神呢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你的肉身 不能行杀 跟亚当在伊甸园里 不能守住一条一模一样 亚当守不住一条 你也守不住半条 对不对 不是亚当不听话 你也不听话 如果把你放在这环境下 你比亚当堕落的还快 你信不信 信 因为你不要埋怨亚当 也不要笑话他 因为他就是个被造的亚当 你想要叫被造的 达到被生的标准 死也不可能 他为什么给你必须另外重生一个 神说必须给你另外重生一个 就是因为你用被造的老亚当 给你留下那个身体 去行任何的事情 都不是上帝要的标准 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 这就是为什么 你从亚当来那个生命必须死 不是神不讲你 是神告诉你 孩子啊 那个生命行不了善 所以我要另外给你一个生命 给你一个真正能行善的生命 是不是 那个生命是无了道 你只要住在那里 就把道都丢了 只要住在那个被造的亚当里头 给你多少道都得丢 只要住在 只要老亚当在伊甸园里给他多少恩典 他都得丢 一点儿不能上帝丢掉 是不是啊 只要你住在那被造的老亚当里头 你就跟亚当一样 就一定会堕落的 是不是啊 弟兄姊妹 这就是智慧 叫你有圣经 叫人有得救的事 得救是个智慧 不是愚昧无知的人就可以得救的 如果愚昧无知的人就可以得救 咱们今天不用传道了 愚昧无知的人都得救了 不用传了 咱们传是 把所见所闻的 见证出来 从主那里领受的 见证出来 对不对 咱们见证得是从主那里 听见属人的话 解释给属人的人听 那么今天我们这群人 都有重生的生命 是不是啊 咱们不仅得救了 而且要得荣耀 得奖赏 得冠冕 将来等着跟耶稣基督一同做网了 是不是啊 成熟天国的产业 一同做网了 统治以色列十二支派 这是上帝在圣经 早在圣经应许给我们的福气 所以我们今天呢 不是活在被造的里面 只要活在被造里面 那你直现象了 你直现象了 为什么人走来走去 很多人走来走去 感觉这个道摇摆不定了 就开始摇摆上了 当他摇摆的时候 已经知道他进哪里去了 进这里 进被造的 所以他就摇摆过来 进到这里了 所以他看这个道 不合乎他的肉体 不合乎他的理性 不合乎他的思维 不合乎他的逻辑 因此呢 就把这个道就丢掉了 是不是啊 丢了道就等于丢了什么呢 丢了生命 那道就是神 丢道等于丢神了 是不是啊 所以为什么叫你守道 太宠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是不是这么说的 道就是神 那么丢道等于丢谁 丢谁了 丢神了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关键的 为什么咱们要把这个圣经里头堕落这些人 都被他 向弟兄姊妹给他 打开 叫弟兄姊妹看 他为什么堕落 不是因为他不好 不是因为他不好 不是因为他没守住 不是因为他不听话 不是因为他更不顺服 原因是因为他本身就被造的 你让被造的顺服 造不住不可能 是不是不可能 要被生的顺服 生你的身 因为他是儿子和父亲之间的关系 他一定会顺服的 基督是不是被生的 基督是被生的 所以在真言书上说 唯有世界以前 我已被生 耶和华为 立定大地的根基 那时我已被立 是不是啊 没有创造大地的土质 我已生出 就是唯有世界以前 它就是阿尔法 它就是被造之间的 神已经把它生出来了 所以生出它 就等于把我们也给生出来 是不是啊 把我生出来了 那么你今天 你就在被生的基督里 从起头 从压根 从顿骨 从太初 就有了耶稣基督 对不对 那么有了耶稣基督 有没有你呢 有 约翰福音 第十五章 二十七节 约翰福音 第十五章 二十七节 那你什么时候堕落的呢 催到亚当里之后堕落了 你起初在哪里了 在基督里 催到亚当里堕落了 是不是啊 从被造的灵 这灵就从被造 跟上帝断没断开 跟神 在亚当里跟神断没断开 断开 找到吗 二十七节 你们也要做见证 因为你们从起头 就与我同在 从起头是哪 哪个起头 真言书 第八章 这起头是哪个起头 二十二节 第八章 二十二节 真言书 第八章 第二十二节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 这起头是哪儿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 这个造化是什么 万有还没造出来以仙 未有世界以仙 耶稣说 你们就与我同在了 说的清楚不清楚 那时候 你没有肉体 你有没有灵呢 有灵 是不是啊 你的灵在哪里了 在基督里 吹到亚当里之后了 你这灵就被吹到亚当里 听没听明白 亚当堕落了 那么今天吹到亚当 亚当本身这肉体是被造的 吹到亚当里 他一度会堕落 因为那个灵进到这里了 一堕落跟上帝断开了 断开也成为被造的灵 听没听清楚 跟上帝断开 跟造物主断开了 这就表明你是大狐了 你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是不是啊 就像一个钱是落在地上 掉在地上 就像一个浪子从他里边流浪出去 所以必须重生 你堕落等于死了 是不是等于死了 必须重生 重生一生 重生一生 必须重生 什么叫重生呢 这个重生是什么意思呢 重是啥意思啊 重是什么呀 重复 再来一次 这叫重 如果不是再来一次 次不叫成 重生是双生 双生就再来一次 必从真到生的你一次 原来你在亚当里死了 今天 必须在基督耶稣里再重生一死 不是原来那生命啊 原来是被造的 现在被生的 对不对 原来他死了 现在活了 现在给你个复活的生命 基督内复活的生命给你了 你具备了基督内复活的生命 才能承受基督的活动 不然你没办法承受基督的活动 基督今天你做的再好 你跟基督的活动没关系 如果你不重生 你进不了神的国 神没有说 你必须做的好事进神的国 必须立的功进神的国 没有这话 是不是没有这话 你们必须重生 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 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 对不对 这讲得很清楚 必须重生 重生代表什么 那个死的又来一个 又生一个 重生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 又生出一个 重生生出一个 正如约翰一书里边 重生生了 这个生命 是不是 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 那个生命 神把基督内生命给你了 用人肉眼看 我死了又活过来 在上帝眼里看 就是 你那生命清道 完全是基督的生命给你了 基督内从死里复活者的生命给你了 是不是 所以 今天活在被灶里边 就等于堕落的前兆 就是堕落的前兆 是不是 当你活在被灶的亚当里 一定会跟着亚当一同堕落的 因为 起初 在基督里 后来 吹到亚当里 在为 耶和华造化的起头 他说 在太初 创造万物之先 就有了我 但这段结果说 你们从起头 就与我同在 那么现在呢 阿拉伯那地方与同在 中途中间堕落的 耶稣基督又设立旧法 什么设立旧法 耶稣基督设立旧法 把堕落 但亚当 拯救过来 已经堕落了 原因是他是被灶 那么怎么拯救呢 原来是被灶的 必须被生的 只要被灶的 他就能堕落 只要被生的 他就无法堕落 听没听懂 那么从起头 就与主同在 这就是说 没造人的时候 人就在哪里了 就在基督里 是不是 那个灵就在基督里 没有肉体 那时候 是不是 耶稣也是没有肉体的 那时候 耶稣什么时候 有肉体的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亲自照样 成了血肉之体 他要借着死 败根的长死权的 就是魔鬼 是不是 他的肉身 什么时候有的呢 在公元 是不是 为了成就父的旨意 他成为肉身了 道成了肉身了 他成了一个肉身 和我这肉身一不一样 不一样 如果是一样的 就没有必要的吃饼 吃晚餐了 是不是 不一样的 他那个身体是悲生的 是不是 他那个血 跟我们的血一不一样 不一样的 他那血是无罪的血 我的血永罪的血 是不是 他的身体是 悲生的身体 我的身体是悲造的身体 他的身体是道成的 我的身体是土成的 一样不一样 他的血是临成的 我的血是土成的 是不是 他是从天上来的 我是从地上来的 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的 如果一样的话 没有必要把他那份给我的 吃饼的时候 把主的身体给我了 这是表面什么 这是表面什么 表面给我换身体 是不是 把他血给我了 表面换什么 换血 为什么要换血 为什么不直接我的血 就洗干净了 就像这种 这个血不像我们头脑中 想象的那个血 不是拿回来了 一件衣服脏了 拿回来 再随地洗一洗 就干净了 不是这个意思 这洗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死 你的死 接受他的 是不是 你是无罪的 过滤一下 怎么过滤呢 你的死 他的给你 因为你那是被造的 死了 对不对 当不当死 当死 他那是被生的 当不当死 所以他亲自替你 成为最深的形状 替你死 他是不能死的 叫他这个不能死的 成为能死的 替你死 他替你死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不但替你死了 把他的身体跟你 马上就像是什么 重叠 你是什么形状 他就成为你的形状 最后呢 他替你活着 你的就买上 替你活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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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你替出来 我们再看 从亘古 二十三节 从太初 从没有世界前 我已被立 没有深渊 没有大水的泉源 我已生出 大山未曾奠定 小山未有之先 我已生出 耶和华 还没有创造大地的田野 并世上的土质 我已生出 一连圈地说到生出 但亚当 神造亚当的时候 说不说生 没有 没有 耶和华 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机垂在他 避空里 是不是这么说的 造人 将生机垂在他 避空里 但耶稣 在这里就证明 他说我已生出 我已生出 一连 几次说到生出 是不是 他是被生的 我们是被造的 你为什么能堕落 为什么 今天强调 你不活在肉体体间 因为肉体 住在肉体的边渝 身相里 肉体卖给谁了 第三点 是 被造的 身体 必要堕落 被造的身体 必要堕落 能不能堕落 能不能堕落 亚当这身体是被造的 你活在这被造身体中间 都不得堕落 必是什么 必要堕落 它必能堕落 肯定得堕落 是不是 活在被造的身体里头 就一定会堕落 这难呀 我们看见这个肉体 还不活在这里 难不难 难就难得 凭着信心 脱离这肉身 还不能死 还不能自杀 还不能喝毒药 还不能跳楼 还不能偷火车 是不是 还不能上吊 还不能溺水 还得死 还得脱离它 这就需要什么呢 信心 信心 是不是 这就需要信心 什么样信心呢 超越性的信心 如鹰展翅上腾的这样的信心 超越地面的信心 超越所有被造界的信心 要这个超越的信心 才能如鹰展翅上腾 是不是 被造的身体 必要堕落 他必得堕落 是不是 肯定得堕落 一定得堕落 只要是被造的 把他放在一个安逸的环境下 一定会堕落 你就算给他见命 给他一条在手中 他本身就能堕落 这就是天上的 这个露西法 他还没有身体呢 把他放在一个乐园里头 阿摩阿尼 堕落 堕不堕落 他就一定堕落 不但他堕落 他到地上 诱惑亚当下巴 太堕落了 肯定得堕落 耶稣是被生的到荒野中间 也受魔鬼的试探 能不能堕落 一定不能堕落 只要是被生的 绝对不犯罪 绝对不能堕落 被生的 被生的绝对不能犯罪 是不是啊 基督是不是被生的 基督的灵是被生的 绝对不能堕落 绝对的 绝对的 肯定堕落不了的 因为他是被生的 是不是啊 这就是被生和被造 什么关系 你活在哪个里头 现在你 一个是上帝教你选择 一个是 被生的基督 一个是被造的亚当 你是活在被生的基督里面 还是活在被造的亚当里面 就决定了你是否以后能堕落 休息十分钟